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上级说的隔壁南线 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野生景区 只有穿越爱好者才会去 你体会一下最近的丁真和甘孜旅游局长就明白了 趁的人少赶紧来吧 风景肯定没问题 来吧 没有捡到大车的小姐姐 捡到了一堆小情侣 你们两个选择一下谁坐前面谁坐后面 我把这个座椅给你打开 来 打个招呼吧 打一会儿等会儿手机充电 后面还有个小姐姐 走出发 我们去隔壁南线 在礼塘出发 直接百度地图到隔壁之眼 三个小时 先经过毛亚大草原 眺望礼塘 再翻铁匠山 这里有三座石头山 很特别 当地人称铁匠三兄弟 从礼塘到隔壁之眼 路基本都修好了 忽然一个右转 你就能看到隔壁雪山巡 下面还有高山湖泊 但颜色比较深 还挺幸运的 从今天才开始 乱走到鲁匠 昨天还不让隔壁 但是我想表示一下感谢 这是你送给我 从隔壁之眼到亨达营地 还有一些路在修 慢点开都没事 两侧开始进入峡谷 这位同学叫白马基 快到棱谷寺的时候 路边有一个路牌 我忘拍了 从棱谷寺到老棱谷寺 只能徒步 车上不去 其实全程也没有什么差别 比较好走 我估计很多人到亨达营地之后 就不想走了 正对着隔壁神山 你能清楚地看到山顶的悬冰川 脚下就是河谷 晚上了吃草的牛要过河回家 我们也起锅造饭 简单对付一下吧 也没准备啥 车里啥也没搞 鸡蛋 鸡蛋也淡化烫了 那里饭 鸡酒吧 只有两瓶鸡酒 我觉得星空是最好的安眠药 第二天早上 七杯茶 看着雪山 满天的雄鹰 没有等到晴天 继续出发 所以准备好了吗 咱们要出发 从恒达营地到热梯的路 还是有点难走的 轿车会碰底盘 到了热梯湿地休息一会儿吧 未来的观景台就快修好了 在没堵车之前多拍点照片 不要介意有点荒凉 它的夏天是这样的 过了热梯就快到巴塘了 新修的路比318还好 而我要半路南下去雅丁 继续穿越横断山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